在童话里,我们看到了白马王子出现在落魄的灰姑娘身边,我们为故事的情节落泪,偶尔也会幻想,会不会有一天,这种遇到王子的幸运会降临到我们的头上? 虽然这只是美好的幻想,但令人想不到的是,竟然针对一位平凡的中国女孩嫁给了一位货真价实的王子,让童话变为了现实,成为了比利时王妃。 虽然两个人的感情之路充满了波折,但现在,她们仍幸福地生活在一起。 这位女孩是如何做到的呢? 本期见识一近,就带大家来了解一下,这位广东女孩的故事。 1984年,李然出生于广东省梅州市五华县城,那时候的五华县城还十分破旧,李然的父母也只是普通的工人,家境并不富裕。 李然从小就很聪明,特别在上学后,她在学习上非常用功,根本不用父母唠叨。 除此外,李然在读小学的时候就迷上了钢琴,在她的请求下,不过是功识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